7月12号的下午4点多 宁波凤化西屋派出所接到了一条预警指令 显示辖区内的周先生正遭受网络贷款诈骗 民警立即通过反诈专线联系周先生 并与其约定在派出所见面 周先生表示 周先生表示 最近手头比较紧 正愁无处借钱的时候 他接到了自称 京东金融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声称可以无门槛办理贷款 他便点击对方发送的链接 下载了所谓的京东金融APP 正要操作贷款时 民警的反诈劝阻电话来了 劝说周先生停止一切贷款操作 立刻到派出所 周先生在派出所答应民警 也表示不会再贷款 可是当天下午5点左右 民警又接到了预警指令 且受害人仍是周先生 民警立即驱车赶到了周先生所在的 宁波凤化庙侯州村 当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周先生已经下载了一个假的金融 京东APP 京东金融的借款APP 当时已经在这个软件上面提请了贷款申请 而且已经显示是成功了 但是平台要求他支付15000元的保证金才能够打款到账 通过查看周先生的手机 民警发现周先生已在虚假京东金融APP上填写了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 所幸正当周先生要向诈骗分子转账保证金时 民警及时赶到并成功劝阻 正规的借款平台是不会要求任何人缴纳 类似保证金这样的款项 那么周先生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 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是遭到了网上的这种贷款诈骗 那么随即终止了保证金的缴纳操作 民警提醒 网络贷款的诈骗套路往往都是设置了低门槛的贷款条件 吸引受害者上钩的 然后再以手续费 保证金 解冻费 验资费等理由 要求受害人转账汇款 等收到钱后 骗子便会关闭虚假贷款APP或者是网站 并将受害人拉黑 因此大家贷款应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 以免受骗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